他是曾经的小虎队成员,也是《步步惊心》里的四爷,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吴奇隆的故事。 吴奇隆,1970年出生在台湾,是小虎队的成员之一,凭借帅气的外表和出色的舞蹈才华,迅速走红。 但人生总是充满曲折,他曾经历过家境困难,组合解散等挫折,不过他并未放弃,不断努力向演员转型。 在《步步惊心》中,他饰演的四爷深情又专一,深受观众喜爱。 除此之外,他还尝试了制片人、投资人等角色,展现了他的多面才华。 吴奇隆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他的家庭生活也十分美满,他与刘诗诗的恋情备受瞩目,两人低调而幸福地生活着。 吴奇隆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在娱乐圈闯出了一片天地,希望他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勇往直前,实现自己的梦想。